这同真正的精神病是不一样的 尽早进行干预治疗 对它会有很大的帮助 2023年上线的国产剧 让整个市场都沸腾了起来 电视剧狂飙成为扫黑题材的新天花板 漫长的季节超越隐秘的角落 用独特的视角展开了一个埋藏18年的悲剧 大量国产剧在题材尺度 剧情内容上做出创新 5月20日上线的这部 正好遇见你更是打开了创新大门 但从剧名来看 正好遇见你特别像是一部落入俗套的都市情感剧 但其实正好遇见你一指的是 现代媒介与传统文化的遇见 用于正自己的话来说 正好遇见你这部剧题材很新 为知是否符合观众口味 根据数据显示 正好遇见你开播就拿下了飙升榜的冠军 展现了爆款剧的潜力 这样的成绩足以证明于正这部 本不被看好的剧 已经成功吊起了观众的胃口 电视剧围绕着一档文化类的节目展开 讲述了一群幕后工作者 为了打造一部优秀的文化节目 不断探索创意 深究传统文化的故事 在剧情里 观众能看到各种传统工业和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能看到影视工作的竞争环境 感受到编导行业的不易 激烈角逐的压迫感 更重要的是 正好遇见你也聚焦了一些热点话题 比如年轻人的职业观念 女性被贴上标签的破局 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性格塑造 亲情关系甚至爱情线都能在剧中体现 从正好遇见你的剧情走向来看 这部剧不是肤浅的都市情感剧 而是一部有思考有深度的作品 情节的丰富 撑起了正好遇见你的首播魅力 而质感上的出色 更凸显了制作的诚意 由于正好遇见你 涉及到节目的制作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戏中戏的桥段 而在古风古运的镜头中 正好遇见你的服装置景 审美在线 细节满满 精致程度不输大型古装剧 甚至很多演员的亮相 都吊打他们在古装剧里塑造过的角色 目前来看 正好遇见你虽然才刚刚上线 但是这部剧在方方面面展现的优势 都迎面很大 近期准备上线播出的电视剧 很有可能在这部剧的冲击下 表现不如预期 毕竟 正好遇见你 在阵容方面 都凑齐了半个演艺圈 其实在正好遇见你播出之前 这部剧的阵容就已经掀起关注热度 剧部完全统计 正好遇见你集结了65位有名有姓的演员 其中很多都是一线 二线的知名演员 很显然 于正在组建正好遇见你的班底时 动用了不少人情 而电视剧首播内容里登场的角色也都稳定发挥 演技能打 张南饰演的鱼 再早一出场就伶牙俐齿 在面试时淡定从容 既有年轻人的朝气 又有能力出色的魄力 作为正好遇见你的女主之一 张南显然在众多实力派面前扛住了演技的考验 而客串出演的垂纳丽莎 同样是第一集中的惊喜 她塑造的应聘者有两副面孔 一副是在面试时的谦逊礼貌 一副则是在刁难服务员时的刻薄计较 不过虽然这个角色不讨喜 但垂纳丽莎夸张处理的表情 既展现了人物的小人得志 又凸显了可爱的画风 同样让观众感到惊喜的 还有沈月的塑造 在以往的影视剧 沈月对角色的驾驭仅限于青春感 比如《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流星花园》都是主打青春偶像的作品 而在《正好遇见你》中 沈月塑造的角色是一个被父亲的严厉所困扰的女孩 她很有天分 但父亲却不愿意将传统手工艺交给她 反而对没有天分的儿子特别上心 在被父亲怒斥的这场戏里 沈月塑造的小女孩在昏暗的镜头里 几乎模糊不清 但是她的肢体语言 却把角色此刻的慌张无措都展现了出来 在父亲赶走女儿的时候 沈月离开的动作既有孩子的委屈 又有叛逆的不甘心 可惜沈月的戏份不多 不然她在《正好遇见你》中塑造的角色 完全可以打破她以往在荧幕上傻白甜的甜妹标签 当然 《正好遇见你》里目前存在感最强的角色 还得是李小冉塑造的主持人汪西明 在李小冉的身上 观众可以看到成熟女性魅力 她知性大方 看似高冷难以亲近 但其实温柔又有力量 在目睹于再早拍摄的视频时 汪西明作为旁观者 看到了视频片段里 重男轻女的家庭悲剧 但是她并未展现出过激的情绪 这段戏里 李小冉说话时 带着轻描淡写的语调 仿佛经验丰富 见怪不怪 而就是这种刻画 让汪西明这个人物 随着剧情发展 有了更浓的神秘色彩 除了工作中的汪西明 观众也因此好奇角色的家庭 情感 甚至她的过去 不得不说 继现代剧《今生有你》之后 李小冉在《正好遇见你的塑造》 让观众再度看到了 爆款现代剧的前置 电视剧《正好遇见你的女性角色》 更加吸睛 但郭小冬饰演的导演穆宗云 也别有一番风味 剧中的她 沉稳又具有男性性张力 衣着朴素 不善言辞 但却喜欢观察和聆听 在郭小冬的表演里 观众可以感受到更强的文艺气质 整体塑造 颇有几分名师大导的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 《正好遇见你》 在后续的剧情里 会陆陆续续上线 很多观众演熟的演员 比如金晨 李一彤 佟丽娅 慧英红 秦岚 吴锦岩 都会前来助阵 而这些演员 有人气 有咖位 也注定能带给 《正好遇见你》更多看点 当然 一部好剧的成败 并不是前几集就能决定的 目前来看 《正好遇见你》 有心意 有深度 演员的塑造 有看点 有高光 但这部剧想要成为爆款 既要引发观众的共情 又要打破小众题材的受众局限 所以 也希望电视剧《正好遇见你》 能稳住品质的同时 抓住舆论契机 吸引更多观众入坑 最后 你对这部新剧有什么看法